字幕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Hello 我是EG 伊韋特 今天樣子好累 因為這條影片一早起床拍的 另外就是因為帶了一副 Colorcon 我不是很喜歡戴Colorcon 因為每次戴眼睛都很不舒服 而且樣子會很不精神 但這次呢 為了化妝 戴一下吧 反正我家裏有 就不要浪費了 那天就順便戴上 我不會太浪費 除了這副東西再換一副正常 怎知道 一日終結的 最後幾個小時就開始眼睛不舒服了 唉 好 剛剛塗了防曬 做任何事之前都要塗防曬 以前有些妹妹在電台門口 我都經常問她們 常常站在門口等啊 有沒有塗防曬啊你們 常常邊擦她們 那現在呢 就在塗concealer 都是這陣子用的Maybelline 那她 那個海綿頭那一枝呢 就是Treatment加concealer來的 那希望呢 對我的眼睛會好一點啦 現在就是 塗我自己用開那一隻 因為呢 就淺色過她給我那一枝的 那我就用來塗那一條 黑黑的邊啊 這些淺色的concealer呢 如果你塗完整個 眼下面的area 你的眼就會腫了 就醜過你不塗的 那我現在呢 就拿另外一個concealer出來 就塗在眉上 為什麼呢 因為我似著自己的眉淺色啊 那所以呢 我就沒有做這個封眉的 程序了 封眉那樣東西呢 就是 你去買一枝 glue stick 那些 漿糊筆 然後呢 就塗在眉上 在眉上 按緊緊 封緊自己的眉 然後再塗 concealer上去 去 蓋住你本身眉的顏色 那你很容易呢 上網搜尋 你的眼睛 就會找到這些 教學片的啦 那但是我呢 就不想不環保 買一枝glue stick 因為我真的沒用 我不想為了拍一條片呢 就買一枝glue stick 那所以我就切著自己的眉淺色呢 我就就這樣塗一個 concealer上去的眉上 就這樣 就這樣啦 然後呢 就塗在鼻樑中間 還有下巴 還有 面珠 即是拳骨兩個位呢 我也有塗的 因為這個是 比我自己的膚色白一點的 concealer來的 今次如果你跟著我做這些 contouring的步驟呢 即是畫輪廓的步驟呢 你的樣子未必會很美的 這個是 我先警告你 如果你想那天晚上有一個完全美女樣呢 你就不要去畫這些輪廓啦 接著就用眼線筆去畫眉 為什麼呢 因為tiffany呢 是一個公仔來的 所以她是有一條很死實的 黑色眉 幼的眉 那是向上斥的 然後有一個arch位這樣 所以我就不用眉筆了 我就直接用眼線筆去畫這條眉 如果你有興趣今年萬聖節去扮這個公仔呢 我就建議你先看電影 對啦 你可以看 你未必要看完全部chucky的電影 你可以看 bride of chucky 或者seed of chucky 都會有tiffany在這裡 因為我覺得呢 如果你假裝她 但又沒看過她的電影 是很奇怪的 即是好像那些人穿BangT 但完全不知道那對Bang是什麼 和沒聽過他們的歌呢 很難理解 這件事 好 接著呢 就是用一個紅色眼影 去圈全眼 其實呢 其實今天的眼妝是有點像之前化過的紅眼妝 又或者是紅貓眼的raccoon眼的 黑色smoky眼妝 但是每一次都會有少少不同的技巧 那這次呢 就是首先把整隻眼紅色 先 不建議用鮮紅色的眼影 用這些小小魚魚底就可以了 因為它是負責做邊的 它不應該去stand out 然後拿出你的gel liner 以及拿定你的黑色眼影 為什麼要拿定呢 就是因為我們要做一個快手的東西 就是把你的gel liner 大份大份的塗在你的眼蓋那裡 位置都是很大的 你重手落就可以了 然後呢 就立刻拿一個 這些圓圓的細數 把黑色眼影拆上去 一來可以令你的 黑色gel liner 實色了 還有 不會黏黏 二來就是呢 我們可以拿到一個 很鬆很鬆很鬆的邊 而那個很鬆的邊呢 亦都會透到少少少 剛才塗的紅色出來的 這個就是我們想要的效果了 跟著下眼線部分 都是完全用黑色的 同樣的做法 呃 呃 多了厚了不用怕的 因為 這個妝容都是誇張一點的 那麽多了 好 跟著就是Maybelline的 The Nudes Palette出場了 其實呢 我就不是用它來畫眼影 我是用它來做 輪廓的 那首先拿最淺的格格呢 就用來化了眉骨位 鼻子和下巴 然後拿它一些不閃的啡色呢 就畫鼻子 那 記住呢 今次畫這些輪廓 是會令到個人不美女的 有可能 因為比較誇張一點的 畫小一點的鼻頭 尖一點 尖一點 那個鼻子 跟著它有個位呢 是很重要的 就是 現在我在畫這兩個位 就是它有一個 走粒位 但是呢 那個走粒就不是在面珠燈那裡的 就是在嘴下面這兩個位 對啦 如果你真的想假裝它呢 那這兩個位是一定要畫的 現在就輪到令到你不美女的部分了 就是呢 將這個陰影打在你的 拳骨下面 因為呢 公仔那兩個拳骨是比較突出的 所以呢 就很奇怪地呢 就畫著這些陰影在那兩個拳骨下面 記住日常裝 千萬千萬不要做這件事呀 那如果你那晚真的 有心儀對象一齊會出街的呢 都可以 skip了你一拍 好 Tiffany呢 是有一顆白婆脈的 哈哈 Gel liner啦 Gel liner比較適合 欸 跟著做什麼脫衣呢 不是脫衣 是因為 便宜的關係 我都說了呢 我是不會用 免費的錢 去買這個服裝的 所以呢 他本身呢 就是穿著一件 一字薄的白色連身裙的 對啦 如果你有連身裙的就OK啦 又或者如果你想一字薄的呢 就可以像我這樣 找一件很鬆的白背心去揉開它成為一字薄的 現在畫的呢 就是他的紋身 對啦 公仔 公仔的角色是由一個真人進入了公仔裡 那所以他真人和公仔的時候呢 都有這個紋身的 那因為在皮膚啦 就不可以像畫畫那樣用圓筆起告先啦 所以都是徒手畫上去的 是一個心心 跟著呢 有把刀插著的 然後上面寫著Chucky或者我寫Chuck 這樣啦 對啦 那用紅色唇膏塗上去 然後再用紅色眼影上去呢 它就會比較鮮色一點 和實色一點 那拍照出來就好看一點啦 唇膏方面 你可以用黑色唇膏 又或者是呢 今天用了少少紅色化邊的眼影呢 所以就選了這些深紅色系列的唇膏 你自己試一下啦 或者你畫回我上次 Harley Queen的小丑嘴也是OK的 都是搭配的 最重要畫這個嘴呢 就是上面那兩個角呢 要尖一點 對啦 就是人中位那兩個嘴角上面要尖一點 那我本身也是尖的那個位 所以我畫回自己的嘴就OK啦 都是邪惡嘴 那這個呢 就是optional的 就是嘴角呢 其實你可以加少少少黑色畫的笑向上 服裝方面呢 就很容易搞的 黑色Chucker一條啦 如果你沒有的話 用黑絲帶綁著頸也OK的 然後裡面的白色衣服 和一件皮膏 我拍片就說用真刀而已 你不要這麼愚蠢拿把真刀出街啦 就回囉 稍後